点餐柜台晚如走进素食店 短短两分钟就能把美味带走 这是台南知名的虾卷老店 交棒给第二代开了四家分店 回顾50年前的黑白照 当时简陋的路边摊子 客人坐板凳灰汗品尝美食 现在开辟了冷气房 客人可以悠闲的吃虾卷 过去人挤人拉开喉咙点餐 现在仿效素食店柜台 点餐更有效率 我都把它交给我是一个 大概四瓶左右一个传统的店面 在安平运河这边 开个大概三十瓶左右一个店面 让它把传统小时做一些装房 绝脉虾卷太单调了 第二代经营者结合台南各地小吃 不管是淡仔面还是蚝仔煎 变成端上桌的佳肴 吸引观光团客上门 其中一起吃 吃大 不然不用一件我整天去 走到我腿脚就要回去了 不仅如此 店内摆生蜜件或是调味醬做成伴手礼 希望用餐完的观光客再掏腰包 淋上肉灶 摆上剥壳虾子 枯枣味的淡仔面从台南发起 现在换地自带经营 不变的是口味 还有矮桌矮椅的特色 同样路边摆摊起家 现在是整栋骨色骨香的店面 冷气开放 顾客上门用餐更舒适 以前就是在路边 路边的感觉 现在可以进了厅堂 我们也期望说在跨国的一个发展上 能够越来越好 传统路边小吃交棒给下一代 除了延续美味 加入创新的经营模式 拉大商机 年轻一代的经营者 如今想的不只是扩展店面 而是如何把台湾小吃端上国际 记者赖冠章 宋佩文台南报导